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就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吧 孩子的教育是华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甚至有不少家庭移民来美 就是为了能够让孩子接受优质的教育 但日前纽约州最高法院接到的一纸诉状 获利纽约市公立教育系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对华裔学生产生重大影响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纽约的教育资源 也看看美国的公立和私立学校有怎样的区别 根据私立学校点评网站的数据显示 纽约市目前拥有220所顶尖私立学校 在校生近6万人 学生和教师的平均比例为7比1 私立小学的平均学费为每年26,256美元 高中的平均学费为43,621美元 而全美私立小学的平均学费为每年10,66美元 私立高中为每年14,978美元 纽约市私立小学和高中的学费分别是全美平均学费的1.6倍和1.9倍 纽纽约市的私立学校不仅费用高 录取竞争也最为激烈 全美私立学校的平均录取率为85% 纽约市的平均录取率却只有59% 而纽约市顶级私立学校的录取率比长春滕大学还低得多 纽约时报就曾发表专题报道指出 哈佛大学的录取率为6.2% 而纽约曼哈顿三一学校Trinity School的录取率却仅为2.4% 逆时网站2021年的排名显示 三一学校是全美排名第二 纽约州排名第一的私立学校 该校提供K到12年级课程 目前共有1001名学生 学生和教师的比例为6比1 SAT平均成绩为1500分 在Niche 2021 K到12全美前10名私立学校的榜单中 纽约市的私立学校就占了5席 除排名第二的三一学校之外 布朗市的霍瑞斯曼学校位列全美第三 曼哈顿的克里捷特男校 布里尔利女校和道尔顿学校 分别位列第四、第五和第九位 这五所全美前十的顶级私校 除了三一的学费约每年48,000以外 其余四所的学费都在53,000至55,000之间 当然这些顶级私校不是有钱就能读 除了考核学生之外 学校还要面试父母 家长的学历、职业、文化背景 都是考核的因素 纽约市拥有全美最庞大的公立学校系统 1700多所公立学校 110万在校学生 每年300多亿美元的教育经费 一般来说美国的公立学校 是按居住地址就进入学 也就是说住在哪个社区 就在当地的公立学校免费就读 通常美国公立学校的经费来源 除了联邦、中府的公共教育经费之外 有一半的经费来自当地的房地产税 这也就造成了房价高、地税高的富裕社区 当地学校的经费更高 教育资源自然也更好 而纽约市公校系统的特别之处 就在于它的天才班和特殊高中项目 与学区制不同 这两个涵盖了从入学年龄到高中阶段的 优质教育项目 都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 尤其是纽约市的八所特殊高中 集合了全市公校系统最优质的生源和师资 在逆许的公立高中榜单上 纽约市的特殊高中之一 时代文森高中 全美排名第六 纽约州排名第一 该校学生的SAT平均成绩为1480分 而另一所特殊高中 布朗士高中 有八位毕业生获得了诺贝尔奖 七位获得普利策奖 全球没有任何一所高中 可以比肩这样的成就 这当然也是择优录取 英才师教的结果 如果没有最优秀的学生 再好的师资力量也无济于事 然而由民权律师和学生组成的团体 日前向纽约州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旨在推动纽约市天才班和特殊高中 取消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方式 进而改用种族配额招生制度 扩大非裔和歇语义学生的录取比例 数据显示 2019至2020年 纽约市天才班的学生中 有43%为亚裔 36%为白人 而非裔学生仅为6% 西语义为8% 纽约市的八所特殊高中 亚裔学生中的比例超过60% 而非裔和西语义学生之和 仅为11% 这是纽约市议会发布的 2018至2019学年 八所特殊高中各族裔学生比例图 其中绿色代表亚裔 蓝色代表白人 紫色为西语义 红色为非裔 橙色代表其他少数族裔 我们可以看到 约克学院皇后区科学高中的亚裔占比 高达81.9% 史黛文森高中的亚裔占比为73.1% 布朗市科学高中和布鲁克林科技高中的亚裔学生比例 都超过60% 布鲁克林拉丁学校和史丹顿岛科技高中的亚裔学生比例 也超过50% 其实近年来天才班和特殊高中的择优录取制度 频频遭到挑战 由于新冠疫情 今年天才班的考试已经被取消 改为老师推荐加抽签的形式选拔学生 而且很可能天才班入学考试今后也不会恢复 而早在2019年 纽约市就试图推动取消特殊高中招生考试 SHSAT的动议 这一次向最高法院提起的诉讼 无疑是彻底改变纽约公校系统的进一步尝试 之前已经提到 在美国接受优质教育通常有两种途径 就读顶级私立学校或搬去好学区 但这两种途径都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而纽约市的天才班和特殊高中 可以说是为家境并不英识的学生们 提供了一个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 无论是天才班还是特殊高中 取消入学考试按种族配额招生 无疑会令亚裔学生 尤其是亚裔贫困生的求学之路更为艰难 在纽约市五名亚裔中 就有一名处于贫困线以下 这张图呈现了从2014年至2018年 纽约市各族裔的贫困人口比例 我们可以看到 亚裔的贫困人口比例仅略低于西语裔 高于非裔两个百分点 高于白人八个百分点 我们再来看看 纽约市八所特殊高中的贫困生情况 纽约市议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亚裔学生占了81.9%的 约克学院皇后区科学高中 贫困生的比例最高 近60%的学生来自贫困家庭 亚裔学生占比超过50%的 两所布鲁克林特殊高中 学生的贫困率也在59%以上 除了亚裔最少的 莱曼学院美国研究高中的贫困率 为23.8%之外 其余四所特殊高中的贫困率 都在40%以上 亚裔因为成绩优异 在美国高校的招生政策中 已经遭受了诸多不平等 如果天才班和特殊高中的 择优录取政策也被取消 意味着对纽约市的 亚裔贫困生来说 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机会 也越来越少 感谢您的观看 请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键 关注更多内容